今年國內健身風氣盛行 殖民連鎖健身俱樂部 為了配合夏天 這個適合展露身材的季節 精心籌辦了Summer Body健身比賽 希望透過這次比賽機會 讓許多健身達人 在健身房揮灑汗水的成果 能夠被眾人看見 今天我們是主辦 全台World Gym的一個比賽 就是Summer Body的比賽 畢竟現在是夏天 而且我們又經過 一整年的疫情的影響 我們就是鼓勵所有會員 還有員工 就準備要再出來 然後再表現 再受出來你的 運動的效果 除了場上身材精壯的選手們以外 擔任評審之一的 中興兄弟啦啦隊隊員 熊熊更是比賽的一大亮點 平時工作忙碌的他 也大方透露了 平常維持運動習慣的小秘密 推廣健身之外也要推廣身材 這是兩者要兼具 但是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運動最主要的重點 還是健康為主 應該是說可能因為 我們那個啦啦隊經常要穿 很露的 不是很露 比較少的衣服 所以呢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隊上有很多人嘛 所以其實你站在別人旁邊 那個照片就是我維持的動力 就是有比較你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不能鬆懈 不能太鬆懈 玩笑歸玩笑 其實熊熊說到了一個重點 那就是健康 而現在的人會有哪些文明病 需要透過健身運動來處理呢 就讓專業的來告訴你吧 比如說有一些關節痛啊 或是你平常其實工作姿勢不良 睡姿不良啊 其實都會導致一些很多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在這幾年 我們健身房裡面 其實很多教練都有非常好的經驗 可以去幫他們解決 說得一點都沒錯 重量訓練可不只是 追求壯瘦的身材而已 在專業指導下 能夠達到運動跟健康的平衡 才是最重要的事 YT育台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